記者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台東縣泰馬里鄉的湘南國小 早上慈濟志工在這邊設立了第一次移工代證的集會點 而林俊龍執行長 醫療職業的林俊龍執行長 也率領了15人的團隊 希望可以盡快投入下午的訪視關懷行動 而稍早台東縣長黃建廷也率領了縣府團隊 關心受災戶的情形 同時也關心慈濟志工移工代證的腳步 讓我們來看一段稍早的訪問 所以我們很感謝 像這些慈濟志工他們就可以幫忙 這個工作怎麼調配你們就要到環節 農業現在環節也沒辦法 我們努力來爭取 就是這樣 透過畫面我們可以看到 香蘭村其實這次有15戶相當嚴重的受災戶 整個屋頂是被催先的情況 而且居民也陸陸續續的間歇的雨勢 也讓居民清掃的速度相當的緩慢 而這次實際基金會也針對這次的狀況 擬定了中長期的裝懷以及陪伴的計劃 移工代證的腳步也會持續的進行 希望可以陪伴災民度過這一次的難關 以上就是現場的最新情況 讓我們當時間交換給主播佳琪 好的 謝謝解庭以及國家 但我們了解到的是在台東太馬里 香蘭村這一次受到尼泊特颱風重創 香蘭村有15戶其實幾乎是全毀 也就是受災的情況相當的嚴重 包括了這個現場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今天上午慈激志工 在當地舉行了移工代證的活動 希望透過災民自己的行動力 來整理自己的家園 同時我們也了解到的是今天上午 其實在台東還是下起了間歇性的雨勢 所以在清理家園的工作上 其實還是有一些問題有待解決的 這是我們看到在現場的情形